兩岸福茂協議的內容 現在經濟部包括陸委會 31號上午開獎了 第一站就是到軍事大學 而由經濟部呢 由次長來親自說明 目前最新狀況 立刻連線邱小沛 小沛請說 好的 主播會讓外界更了解福茂 經濟部呢 由杜子軍次長領軍 這次首戰是來到了政大 舉辦了與學生面對面的座談會 要讓學生更了解福茂的相關議題 而對於這個福茂的看法呢 我們來看看稍早之前主臺 這個主持人 這個政大的社科院的院長 對於福茂的看法 我們來聽聽他稍早之前的訪問 但是我想 這個是台灣走出去必需要的 那麼透過跟大陸 能夠更友善的經貿關係 更常化的經貿關係 進而能夠讓台灣 跟其他的周邊國家 來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我覺得 現階段政府在ECFA之後 應該要積極的去跟 周邊的國家能夠談FTA 當然這個前提是要分兩岸之間的 這是政治現實 兩岸之間要一起合作來討論 怎麼樣兩岸能夠共同進入到 區域的經濟市場裡頭 而這一次呢 討論福茂的議題 甚至有的學生呢 還是站在門口的 來聽這個福茂相關的議題 而這一次呢 與會的這個專家 學者也有正反雙方 要來陳述福茂的意見 而對於學生呢 有任何相對於這個福茂 不了解的地方 也可以在現場得到立即的解答 以上這段新聞最新情形 時間交換捧內 好謝謝小太連線 更多焦點鎖定中天 馬上回來